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同内省昨天下午 同内省文化体育与旅游部组织了一次培训 以提高各机构 部门 社区人民委员会和秦美县人民对2023年旅游业发展的认识和思维 在培训课程中150名参与者已获得了虚公旅游大专副校长潘宝全硕师分享他的经验 知识旅游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方式和好处 定位适合每个地方的条件和优势的旅游服务产品 通过培训班以提高国家管理旅游发展的管理和行政能力 同时帮助企业和家庭获得基础知识 投资旅游业发展 为改善物质和精神生活作出贡献 昨天 龙城县军事指导委员会 取行了2023年战备状态转变演练 由于为训练组织服务的病例和物质准备做好工作 龙城县军事指导委员会战备状态转变训练过程按计划 贴近实际 坚持原则 灵活运动于各种状态 100%军官干部集中力量 手段搞好演练 内容够多 效果好 达到任务要求 通过演习 有助于提高指挥水平 指导各指挥员和部门进入战备状态 满足今后训练 演练和战备任务的需求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表示 该国海军与中国和伊朗的军队已经开始联合演习 去俄罗斯国防部称 演习在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赶附近的阿满湾海域和其他地方进行 装备高时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俄罗斯护卫舰参加了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 俄罗斯海军将与中国导弹 驱逐舰等舰艇进行战术演习 上月底 俄罗斯与中国河南飞在这个非洲国家附近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 观察人士表示 随着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 俄罗斯希望再友好国家表示声援 并炫耀其军事实力以此作为对西方的警告 在美国无人费 在黑海坎坠毁 俄罗斯要求美国不要进入其领空 美方继续解释说这是意外的事件 俄罗斯否认发生碰撞 称美机坠毁是因为速度太快 俄罗斯指责这架无人机在转发器关闭时 试图以挑衅的方式接近俄罗斯领空 促使莫斯科派出战斗机对其进行识别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表示 美军称美无人机被俄拦截后 坠毁黑海事件可能是俄罕的无心之举 对此 俄罗斯国防部长希尔盖拉夫罗夫表示 美军在我们边境附近地区采取的不可接受的行动 令人极为担忧 拉夫罗夫指责美国无人机收集情报 以协助乌克兰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底结束 感谢各位关注 再会